这个青春女人回到家,发现家里乱七八糟的,闺蜜的衣物随处扔在地上,她往卫生间看去,发现闺蜜趴在马桶上一动不动,她以为闺蜜喝多睡着了,便上去摇晃,试图叫醒闺蜜,就在她搀扶时,发现闺蜜已没有了呼吸,这场景直接把女孩吓得连连后退,拿出手机正要打电话报警,忽然身后出现一个男人。 另一边,一位空巢老人惨死家中,身上爬满了虫子,不久后,小伙不慎将足球踢进了巷子里,正当她捡球时,听到了奇怪的声音,她小心翼翼上前查看,敲打了一下窗户,这才看清里面的东西,吓得小伙一屁股坐在地上,警察很快封锁了现场,初步断定,老人是自然死亡,可李警官察觉到老人的死没那么简单,而在几天前,当地就出现过类似的案件,死者同样是位空巢老人, 临死前,头部受到顿气袭击,被人扔到了桥下,就在此时,人群中几近一位老头。 这个老头已经年过七十,虽然无儿无女,但名下却有好几套房产,平日就骑着他的小店驴到处收租催租,人是个好人,可说话就很尖酸刻薄,再加上老是催租,所以名声一直不太好, 可唯独对吐司店的老板娘情有如中,这天,她如往常一样来到胖大爷家,当着社区的两名工作人员,就毫不客气地开始讨要房租,就连一旁的工作人员都停不下去了,便让沈大爷不要为难人,谁都有困难的时候,没想到沈大爷却叫工作人员帮胖大爷交房租,临走时还告诉胖大爷,要是不赶紧交房租,就让胖大爷收拾东西走人。 第二天夜里,沈大爷又来到胖大爷这里,胖大爷曾经是一名刑警,由于生活遇到了困难,迟迟叫不上房租,在聊天中,胖大爷提到最近发生的命案,两位死者和他是要好的朋友,每当周二到周四,教堂都会提供免费的午餐,他们周二和周三都曾来过教堂,唯独周四两人缺席,所以胖大爷怀疑,他们是在周三晚上被害的。 除此之外,养狗的老韩也离奇失踪,这和他三十年前处理的案件非常相似,先是几个独居老人离奇死亡,接下来凶手的目标就是单身女性,而凶手至今都没被抓到。 听完胖大爷的讲述,沈大爷不免有些担心,因为自己的租户里就有两名单身女性,临走时他发现,胖大爷的门把手坏了,表示自己明天过来把她修好。 在路过女孩家时,沈大爷听到屋内两人的对话。 得着女孩的困境,沈大爷也暂时放弃了催促。 到了深夜,胖大爷家的房门缓缓打开,他察觉到异常便起身前去关门。 第二天,沈大爷前来帮胖大爷修门锁,进到屋里却看到毛骨悚然的一幕,胖大爷吊死在门把手上, 沈大爷被吓得贪坐在地上,一同被吓到的还有前来送关怀的社区工作人员,警察第一时间前来调查死因。 两名工作人员提到昨天沈大爷为了催促,上门挟持过胖大爷。 一时间,沈大爷陷入舆论风波,众人纷纷议论是他逼死了胖大爷,就连去饭店吃饭都不欢迎他。 就这样,沈大爷彻底被社区的邻居孤立了,只有那个租客女孩认为他是一个好人,女孩名叫小美。 他知道老沈虽然常常讨要房租,但从未因为租金问题赶走过任何一个租客。 为了消除误会,沈大爷打开胖大爷的房门,想要寻找线索,可刚到屋内,沈大爷就被人袭击。 原来男人曾经是胖大爷的战友,名叫西装男。 他觉得胖大爷不可能自杀,因为胖大爷才买好机票,准备前往美国看儿子。 他认为,这个凶手很有可能就是30年前的凶手,他们杀死老人只是练习,等结束后就开始对单身女性下手。 果不其然,晚上小美下班回到家,就发现没有了呼吸的闺蜜。 这场景直接把小美吓得连连后退,拿出手机正要打电话报警,忽然身后出现一个男人,随后一把捂住小美的嘴巴叫他热了出去。 猛咩的撞击声惊动了楼下的沈大爷,他并没有意识到女孩们遭遇了危险。 小美晃晃悠悠的来到门口想要逃跑,刚要打开门,就被黑衣男子拿起花瓶砸在了头上。 小美当场晕了过去,第二天,沈大爷在吃饭时又遇到了西装男。 西装男告诉沈大爷,以30年前的案件来看,加上胖大爷凶手已经杀害了三名老头,说明凶手已经练习完了,接下来就会对单身女性下手了,尤其是那种留着长发的。 这时,沈大爷突然想到住在他楼上的租客小美,昨晚睡觉的时候听到楼上奇怪的响动。 沈大爷越想越害怕,随即便找了个借口离开。 沈大爷刚到小美家门口,就看到有个陌生人,正在撬小美家的房门,对方看到沈大爷吓得撒腿就跑。 沈大爷赶紧骑车追了上去,小伙儿机智地跑向楼梯,沈大爷只能丢下车子继续追赶。 就在两人筋疲力尽时,小伙儿拿起棍子躲了起来,沈大爷被一棍放倒。 当他醒来时,四个小棍棍已经将他包围,他们让沈大爷赶紧把钱交出来。 这一幕刚好被路过的西装男看到,西装男拿起砖头上前叫许了对方。 经过询问得知,小伙儿之所以去开小美的房门,是为了寻找失踪的女友。 因为女友和小美是闺蜜,随后沈大爷就戴着西装男,打开小美的房门一探究竟。 当两人来到屋内,房间被打扫得异常干净。 西装男敏锐地发现,浴室地盘上有少量血子,并在浴缸内找到一颗牙齿。 来到厨房后,西装男看到了地上的血迹,当他打开冰箱,映入眼帘的事。 这绝对是韩国影史上最极限的反转。 凶手残忍杀害十几名单身女性,竟然还能逍遥法外三十余年。 时隔多年猖绝的凶手再次犯案。 为了调查线,沈大爷两人来到租户小美家。 西装男打开冰箱后愣在原地,沈大爷这时便也过来查看,却被地上血迹滑倒。 正在疑惑被什么东西滑倒在地,抬头后便惊呆。 西装男询问冰箱里的是否是小美,沈大爷说不是,那必定就是混混口中的女友。 沈大爷慌张地准备报警,但却被西装男制止。 西装男的猜测是对的,此时的小美正身处在昏暗的地下室。 开始沈大爷认为西装男是个疯子,说得不切实际,可还是架不住西装男的死查烂打。 西装男对沈大爷说,最近发生的几起杀人案,与三十年前的案子一模一样。 但三十年前有个女人侥幸存活下来,她就是吐司店的老板娘。 因受了很大的心理创伤,她对犯人毫无记忆,所以警方并没有从她身上得到有用的线索。 西装男回忆起了当年的场景,她曾看到过凶手的眼睛,当时看见凶手杀害了同事,并从自己眼皮子底下逃脱。 胖大爷当时已被吓傻,因为当时凶手戴着口罩,西装男只是清楚地记得凶手的眼睛。 他将胖大爷当年的调查日记递给了沈大爷,上面写着所有可疑人员,只要按照名单继续调查,就能锁定凶手的下落。 根据作案时间判断,凶手现在年龄至少在六十岁左右。 经过几天的排查,有一个人引起了西装男的注意。 西装男看到这个人,手就不自觉地发抖。 沈大爷表示,那个人是医生,医生跟他的妻子最近才搬来这个小镇的,搬来后就发生了老人死亡事件。 医生是个模范丈夫,常年照顾瘫痪的妻子,不可能是凶手。 西装男却认为,知人知面不知心,越是凶手越会掩饰自己。 西装男便以病人身份去接近医生。 就在这时,医生的妻子突然失禁,医生便以今天不方便为由结束了这次会诊。 但西装男确定对方正是三十年前的凶手。 二人一路摸索,找到医生的住所。 趁医生外出之际,他们决定分头行动。 沈大爷负责开锁,溜进屋内搜寻小美下落。 而西装男负责跟踪医生,为沈大爷通风报信。 就在这时,沈大爷听到了女人的求救声,顺着声音赶到,才发现是医生的妻子。 他似乎很着急,却说不出话来。 沈大爷继续在屋内搜寻,发现了一扇紧闭的铁门。 与此同时,医生买完东西准备回家。 西装男赶忙给沈大爷打电话,可好巧不巧。 沈大爷这时电话正在战线中,西装男只能先继续跟踪。 可因为菜市场人员密集,一眨眼的功夫,医生就消失在人群中。 他慌乱地寻找,却被之前的混混拦住了去路。 很显然,对方是来报复他的。 好在西装男以前是刑警,根本没把这些矛头小子放在眼里。 没过一会儿,就把他们一一放倒在地。 就在西装男准备离开时。 而沈大爷这边正在试图砸开大门。 他浑然不知,医生已经回到家中。 沈大爷刚砸开铁门,医生就出现在身后。 沈大爷解释道,他是为了寻找一位失踪的女孩。 医生告诉他,你要找的人不在这里,就要请他离开。 沈大爷察觉到不对劲。 面对私闯民宅,医生却不报警。 很明显,里面藏着不为人知的秘密。 就在两人争执之时,受伤的西装男拿枪赶到,让医生双手抱头。 沈大爷趁机打开了铁门,眼前的一幕让他当场震惊。 里面住满了硬素花。 突然医生跑到二人面前,跪在地上, 祈求两人不要把这事说出去。 西装男才不相信他的鬼话,逼着医生戴上口罩。 因为他还清晰地记得凶兽的眼神。 医生只好乖乖照做,将口罩戴上。 当医生戴上口罩那一刻,西装男笑了。 西装男激动地开了几枪,但没想到的是, 西装男的枪竟然是一把玩具枪。 这时医生突然想到了什么,让沈大爷搜身。 果然在脖子上找出一个牌子,上面赫然写着老年痴呆,遇到警打电话。 原来,他一直将沈大爷当成了同事胖大爷。 随后西装男就被精神病院的人接走了, 临走时还一直说医生就是凶手。 回到家后,沈大爷想起了胖大爷曾告诉他关于老韩失踪的事, 决定连夜去老韩家查看。 来到老韩的住所,房间里一片狼藉。 沈大爷定睛一看,老韩吊死在了房梁之上。 这个老人被吊死在了房梁之上,如此甚人的一幕。 在这之前,已经有两位老人惨遭杀害。 把前来查看的沈大爷吓得不知所措。 原来,他想起之前胖大爷曾告诉他关于老韩失踪的事, 便来到老韩住所查看。 他慌忙逃到外面,发现了奄奄一息的小狗。 地上还有一块布料和一把钥匙。 这把钥匙看起来很眼熟。 沈大爷回忆到,他曾为一个男人配个钥匙。 对方裤子的破损处和布料完全吻合。 于是沈大爷回到了当初开锁的小区, 打开了房门,并在抄梯里发现了老人们的照片。 沈大爷突然听到门外的脚步声, 连忙拿出板手,躲在衣柜后面。 正准备偷袭,没想到对方反应迅速, 直接按到沈大爷。 结果对方是李警官。 李警官误会沈大爷是嫌疑人。 沈大爷解释半天,才打消李警官的怀疑。 于是便看到抽屉里的工作牌,凶手名叫小帅。 两人根据工作牌上的地址来到了小帅工作的地方。 趁着李警官跟工作人员询问, 沈大爷便独自搜寻凶手的下落。 他来到一处地下室,正好撞见小帅。 沈大爷询问他是否绑架了小妹, 却被对方直接撞倒在地。 小帅认为老人的存在影响了社会的发展, 浪费国家的粮食,久而久之成为了心理变态。 结果就是从憎恨老人变成了怒杀老人。 就在此时,李警官闻声赶来, 可他也不是小帅的对手。 被打轰过去,看到小帅逃走, 沈大爷便起身追赶。 小帅正庆幸甩掉了沈大爷,可下一秒。 小帅被撞后车子扬场而去。 当沈大爷赶到时,小帅已经奄奄一息。 他询问小美的下落, 小帅表示没有绑架小美。 小帅一死,警局立即向民众宣布, 杀人犯已被抓获。 可沈大爷不这么认为, 认为抓走小美是三十年前的凶手, 警察却嘲讽沈大爷。 三十年前的凶手, 到现在已经是个老头了, 哪还有力气杀人? 接着他就被赶了出去。 沈大爷既愤怒又无奈, 只能求助三十年前唯一活下来的老板娘了, 确认凶手的特征。 之前沈大爷看到老板娘去购买精神类药物, 所以他判断老板娘并没有失忆。 他本不想揭开对方的伤疤, 但为了救小美, 他别无选择, 通过老板娘口中得知, 老板娘并没有看到凶手的脸, 只记得凶手身上散发着香味, 比普通人多出一根手指, 掌握了凶手的关键特征。 沈大爷来到医院看望西装男, 他时而清醒时而糊涂, 再次将沈大爷认成胖大爷, 但他仍然确定医生就是当年的凶手。 沈大爷看到屋内的鲜花, 他瞬间明白了什么。 于是再次找到医生, 他谎称身体不适, 让医生帮他把脉, 看到医生手上的疤痕, 让沈大爷更加确定了, 于是试探地问道, 医生听后脸色大变, 便说沈大爷活不久了。 沈大爷接着询问小美在哪里, 医生知道身份暴露, 也就不再伪装, 便抄起家伙砸晕了沈大爷。 然后将昏迷的沈大爷拖进了密室, 小美也在这里, 小美奋力碰到家子, 将沈大爷惊醒, 小美想说话, 却发不出任何声音。 就在这时, 医生扛着瘫痪的妻子来到了密室, 他告诉沈大爷, 小美很快就会全身瘫痪, 他将杀掉妻子, 然后让小美替代妻子的位置。 这个计划他已经谋划了很久, 偶然间看到小美跟他妻子年轻时候很像, 他也坦白了一切, 他就是三十年前的凶手。 三十年后的今天, 镇上又出现了一个跟他三十年前作案相同的小帅, 他知道机会又来了, 于是他跟妻子搬到了这里, 而他之所以做掉小美闺蜜, 是为了嫁回给小帅。 最重要的是, 那晚小帅看到了他做掉小美闺蜜的过程, 于是他怕警察抓住他时说出实情, 于是就开车撞死了小帅。 说完, 医生便要锯掉妻子的手。 就在这时, 西庄男突然持强赶刀, 他帮沈大爷解开绳索, 让他赶紧去救小美, 于是二人便撕打起来。 从两人对话得知了当年的真相, 当时, 队长被凶手刺杀, 车里坐的并不是胖大爷, 而是西庄男, 由于西庄男胆小不敢上前营救, 才导致队长因公殉职。 多年来, 由于内疚导致他的神经错乱, 把自己和胖大爷调换了角色, 因此西庄男得了老年痴呆。 三十年来, 他一直在寻找凶手的下落, 等的就是有一天, 能够亲手找你。 而这一次, 西庄男不再胆怯, 勇敢地进行了反击, 和凶手展开了殊死搏斗。 看着西庄男中枪倒地, 医生露出来邪恶的笑容, 一旁的妻子被吓得大叫, 医生直接一枪解决掉妻子。 而另一边, 沈大爷正带着小美逃离, 医生很快便追上了二人。 沈大爷意识到, 他们已经无路可逃, 他捡起石头冲向对方, 可他根本不是对手, 很快就被打得毫无还手之力。 就在医生准备开枪杀掉沈大爷时, 原来西庄男还活着, 最后二人合力将医生打倒。 就当西庄男要结果了医生去, 沈大爷便阻止了他。 这一刻西庄男哭得像孩子一样, 压在他心里三十年的石头终于彻底放下。 最后电视台播报了此次案件, 时隔三十年, 凶手终于被缉拿归案, 最后西庄男的精神也恢复正常。 他来到胖大爷的坟前告诉他, 自己已经将当年的凶手绳之以法了, 让他可以安心了。 最后小美也恢复了正常, 在照顾受伤的沈大爷, 土司店的老板娘也前来看望他, 电影便也在他们的欢声笑语中结束。 不错了。 感谢观看